一粒是坏里郭舟!吴达树性丑闻害与神同行二重拍 吴达树在与神同行续集中的戏份确定全数相除 吴达树,2018年3月1日 曾在卖座韩片与神同行中饰演判官的演员吴达树,他日前遭空气图性新舞台剧女演员,一开始全盘否认狼行,直到演员严智英出面受访,他才坦诚错误并道歉,事情越演越烈,让他确认不得了 决定丢失饭碗 将于8月上当的《与神同行2》中,据祖金,一,日夜声明,会将吴达树的戏份全数删光,并决定重新拍摄他出演的所有片段 夯片与神同行不仅在韩创下千万观影人次,台票房更突破4亿元,荣登台湾卖作《航片冠军》,而续集也早已拍摄完毕,目前进入后制阶段,预计8月1日上到 本料片中饰演负责宣读起诉书的判官吴达树近日爆出性丑闻,一开始他不承认罪行,还称施亦表示报道与事实有出入 直到演员预计 VegasCH5, After the watch,直到演员颜讲itous change,并决定拖光队与神欲商决定删光他在续集中的戏份 《与神同行》续集数架上档,却因为吴达树、佐、幸愁闻耽误之作 吴达树目前已拍好四部电影作品 在爆出性丑闻后 不少影迷发起剧看联署 若电影不将它镜头删除 绝不会买胆支持 事情越演越烈 与神片商就决定将吴达树拍好的镜头全数减掉 愿意增加制作费用 要目色新年选重新拍摄